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高 今天打算和大家去看一个藏在杭州西湖深处的一个博物馆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中国丝绸博物馆 走吧 中国丝绸博物馆地处杭州西子湖畔,玉皇山脚 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末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建筑其实是在老馆基础上新加建的 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若本建筑工作室所设计的时装馆 老馆为了满足西湖风景区的限高要求 建筑体量呈现为低趴的姿态 新加入的时装馆与之呼应 延续了老馆亲人的尺度 放弃了常规纪念性建筑采取厚重体量的设计手法 转而采用消解于场地的类似于园林式博物馆的处理手法 这个角度我觉得是这个建筑最出彩的一个史外的视角了 还挺好看的 其实让我联想到有一点西渣建筑的感觉 悬挑出一定的楼板 然后把梁藏在比较深的位置 那这个建筑就会形成这种漂浮感 一个园林建筑常用的处理手法 时装馆由展厅与一条蜿蜒曲折的曲线油廊构成 就像丝绸一般 我猜这可能是当时能够打动甲方的概念之一 毕竟是丝绸博物馆嘛 曲廊由内外两层廊道构成 外廊沿地是缓缓下沉至一处扇形的 类似于亭子的空间 同时也就达到了中心水面 这一条S型的其实应该是一个走秀的平台 是不是啊 水上的 然后它的材质的话是玻璃的 从这个圆洞走进来之后呢 这里的植物进来还非常的茂盛 哇 现在是大冬天啊 然后这里面这个空间还是蛮震撼的 一个悬条的大坡道 这个悬条还是有点东西的 蛮大的 庭院的铺地用的材料全部是树铺的小青瓦 非常的精致 这个坡道呢 它其实又是一个展廊 因为我从这里可以看到它有很多那种挂钩 但是现在好像没有展出什么东西 只有在那个坡道的下端摆放了一点点的画 这个空间还是蛮震撼的对吧 内廊可作为十万展廊 始于一层展厅 京庭院缓缓上升至二层展厅 太冷了 今天是礼拜天 然后又是一大早 天气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这个博物馆的话人就特别少 但是倒也好就非常适合我们拍摄 哎 太冷了今天 整个曲廊其实没有设置明确的功能 但是能够建立起新建筑与地形 以及劳馆之间的联系 同时增加体验整个博物馆的乐趣 这个曲廊已经成为了参观者最喜欢的空间了 总体来看 曲廊以白色涂料湿面 形体灵动 与一会儿我们要看的展厅部分 不能说一模一样吧 只能说是毫不相同 顺着坡道走上来之后呢 我们就倒入了这个澳层的空间 我们要不就先从澳层开始看起来好了 这里前面就是一层进入二层的这个楼梯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它顶部的这个处理还挺有特点的 弯了一个弧形的一个墙体 然后把天光给引入进来 形成了这种慢射的天光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种材料 用的是清水混凝土 不能说非常细腻吧 但是其实大致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走到楼梯平台中间 发现这里其实蛮特别的 你看它楼梯从那边上来之后 一部分往这上走 另一部分往这里上面走 上面又是一个贯通的高窗 形成的天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非常柔和的慢射光 往这下面走就到了一层大厅处 我们下去看一下 这个挑空两层的大厅空间 其实也可以看到它用了很多根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天花 那种弧形相呼应的那种造型的处理手法 比如说你看那个墙面 它是这样做了一个弧形的过渡 这边应该是一个 这里是一个下地下的一个扶梯 这个洞口也是做了一种倒圆角的弧形处理 从入口进来之后 左侧是它的其中一个展厅 直上是一个轮回 我感觉这套衣服现在看也挺帅的 一层展厅出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花园 每次来博物馆我们展品好像都没怎么看 主要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建筑的空间 我们现在再从这个楼梯上去二层看一下好了 顶上的这一圈天光我觉得是整个博物馆处理的最精彩的一个地方 外边就是西湖风景区了 所以用了大面积的玻璃可以看到这些景色 整个二层的空间不大 基本上就是围绕中庭一层休息廊 然后展厅的话只有那边一个 中庭这里有一个门好像是可以出去上屋顶的 我们去看一下 出来之后看到的是我们刚才进来时就走的 大坡道的庭院空间 来到最顶上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屋顶花园 现在冬天草已经全部黄了 时装馆的地上建筑面积差不多是4000平方米 不算很小 但在体验的时候如果不加注意 其实很难感知到建筑的大小以及造型 由于时装馆有多个进入方式 我并没有选择从大门进入 导致我在参观整个博物馆之后才想起来 这个建筑长什么样来着 然后特地从大厅往大门走出去之后 才看到建筑体量呈现为一个方盒子体款 一层采用清水混凝土 澳城采用了淡绿色的半透明夹胶玻璃 两种材质交接处是一道深色的排风口 算是将设备巧妙地融于建筑造型之中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从最开始吸引我的曲廊到最终参观的展厅 明明是同一个建筑 但是两者的造型以及处理手法可以说完全不一样 我想这应该是建筑是有意而为的 通过这种反差 进一步消解建筑的整体感 最终目的是使建筑以更加近人的尺度 呈现在西湖这片山水之中 好那这就是关于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想点个赞 投币 三级志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